大家好 这是马英九总统 今天到屏东来看灾 事实上我们看到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她也昨天连夜南下视察灾情 看到屏东在四重溪的黄水滚滚 蔡英文当场提出 八年八百亿的治水想法 要让屏东人逢雨必烟的窘境一劳永逸 巧的是今天8月31号是蔡英文生日 记者问到了一些问题 我们看看她怎么说的 皱着眉头 表情严肃 民党主席蔡英文视察屏东四重溪 暴雨灾情 雨雨散全面了 连帽子也没戴 看着滚滚黄水 忧心忡忡 这段时间以来 我也跟县长走了几个屏东的地方 都有治水预算 需要整体的来规划 而且对八年八百亿的 后续的这些 治水的这个工程 是应该要有一个严肃的思考 而且有一个更完整的规划 强调八年八百亿的治水方案 需要整体规划才能一劳永逸 屏东居民逢雨必烟的痛苦 蔡英文比谁都清楚 小时候早已亲身经历 今天生日在逢雨中度过 对 因为我的生日刚好就是在这个时间 所以从小到大常常碰到台湾天 一句话露玄机 原来今天是蔡英文55岁生日 碰上台风淹大水 蔡英文早就习以为常 拍拍灾民的间 南马都台风离台的这一天 也是蔡英文55岁生日 庆生会放一边 蔡英文选择与灾民站在一起 三十月南部综合报导 好蔡英文在今天也来到屏东 其实除了刚刚我们看到屏东的来一厢 逢雨必烟之外 其实在临边乡同样非常非常的惨 逢雨必烟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尽管雨势变小了 不过屏东邻边地区 一早还看得到积水情况 午夜后走进屏东邻边闽宅内 黑压压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居民仍然拿着手电筒和蜡烛 摸黑打扫 一切仿佛瞬间回到了古代世界 阿嬷拿着蜡烛下楼梯 火烛一闪一闪相当吃力 小朋友跟在后面也很危险 我说要拿着蜡烛至蜡烛 蜡烛了 蜡烛去蜡烛 蜡烛了蜡烛 蜡烛 我家里有什么都擠了 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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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台风就淹水的淋边 从19号就开始停热煤水 太阳下山之后 做什么都不方便 那个变热箱 听说是淹到水 它现在要把水抽干了以后 那个变热箱才可以换 我们已经先点了 今天还不错 还有送便当还算不错 前家靠着竹果 吃着香风所送来的便当 填饱肚子 不敢多想 已经变热的时候 未来该怎么过 大水淹到路面通通看不到 它会被强风吹起阵阵波浪 屏东县临边山 几乎美风台风 大雨必定淹水 这回遇上大潮 加上莫拉克肆虐 提防溃堤 让临边变成荒洋一片 临边街上水淹半层楼 三连新闻记者搭上 橡皮堤挺进 瞧瞧这水 已经淹到阿伯的腰 实在很惊险 甚至还有民众把废弃的空瓶 DIY当成救生圈 紧抱着浮在水面上 寸步难行 但就是得要走出门 因为里面的情况更糟糕 里面很严重吗 这一头更有民众冒险跑到消防队求救 因为有两个小孩被水困在修车厂里 停交道在水面下 一旁号制响不停 马路变水路 林面乡俨然就是水上人家 小朋友站在自家一楼 下半身全静在水里 另外停在车库的休旅车 四个轮胎都泡汤 排排站的机车更是灭顶无一幸免 便利商店加油站通通不诱 好 观众 这是两三年 我们所整理的画面 我请教郑胜大哥 政府可以不管这些人死活吗 两三年都是重复再重复 一样重灾区重灾区 政府可以不管吗 地方有足够的经费吗 地方都是经费没够啊 就用金户学冲一下 马总统可以不面对这个问题吗 来 郑胜 这是我刚刚讲的 你除了旧基隆河之外 这个南部 这个你刚刚是看到这个 林边乡 还有莱益乡 事实上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地方 就是驾动乡 这地方都是因为长期 超抽地下水 造成地层很严重下陷的地方 每逢不要好雨 只要一雨就会成灾的地方 马总统你可以不知道吗 马总统 你都是在台北市长大 也在台北市政坛上发光发亮 但是你真的对于台湾省偏原乡村 你真的是了解太少 你也无法去贴身愿意去体会去学习 请问 你除了最近在总统选举 拼命地往乡下走 因为那地方是美光灯的地方 所以你就往那地方走 来 选举之前或者选举之后 漫长的三年多 你有没有到此地来关心此地 受到天然灾害的那个危险性 远远超过基隆河畔呢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又不愿意学习 你今天看了之后 如果没有像这样的节目来 一直刺激你 你难道你真的会回来 面对那里的问题 做根本的解决吗 一个有能力的政府 就是要能够苦民所苦 能够真正把农民人民的痛苦 把它彻底 把它根本 把它解除 这才是我们要的一个信赖 如果宋楚瑜去 看到这种庄 他会怎么做 我刚刚已经讲了 宋先生不只是说 对于经常会受灾的地方 他会真正在平常就去了解 上中下游怎么来整治 他还很了解 天跟人之间的对应关系 当那个季节到的时候 一年几个季节 宋先生是非常用心的 从立春到立夏 到立秋到立冬 以及这四个季节当中 跟老百姓跟农民最有关系的 从春分到夏至到秋分到冬至 那个时候上天会降下什么灾难 你当一个执政者 就要顺着这个天 如何来应人民的需要 来加以根本彻底的解决 这是宋先生比你优秀的地方 说真的 不能够再尝试错误下去了 我们引用宋楚瑜的话 一般的公司要引用员工 一定是试用三个月 试用三个月 行不行就应当知道了 我们已经试用三年多了 不行就换掉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宋先生要出来 老人讲宋先生是看不下去了 7月上旬以前 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出来选总统 但是看到八八水灾 过了两年 你还是依然的这样子 根本没有解决 所以才会出来的 所以拜托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很有价值 但愿南军的这些幕僚 这些智库会看这个节目 回来告诉马英九 你该好好的坐下来 痛定失痛 解决人民的痛苦的时候了 来 英勇 中央可以不正视这些人民的死活吗 这些人民不存在吗 哪里淹水 然后我记得在八八风灾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交通部曾经说 避免大自然板坡 三个路段 有26个桥梁不重建了 我说这个政府的思维是什么 哪里有土石流 好像台湾这块就不要了 哪里有这个风灾 好像没有办法去复建 就不要 台湾何其小 可以让你一块一块都去放弃吗 马总统的魄力在哪里 这些重复的灾区 一再再逃难 一再悲劇再重演 马总统你可以不去解决问题吗 英勇 我们政府 马政府就是这样 八八风災的时候 人民说要请求国陪 政府在这个时候 风灾发生的时候 没有帮他帮忙 人民反过来要请求国陪 拖时间 拖到两天过了 再给你去一个拥酒屋 我给你拥好了 我来作修一下 我觉得 从八八风災 再看到我们今天 这一次的风災 我觉得临边跟屏东的所有的乡亲 真的是很痛苦 他每一年 只要遇到这样的大水 蚝鱼 就像我们郑胜大哥讲的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淹水的状况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马政府 就淹了到现在 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解决治水方案 那八年八百亿是在民进党政府的时就变出来 但是我所知道 现在八百亿也赢不了了 八百亿也不是只有冰冬屋而已 大家官司奔奔的 奔不奔多少 那马政府 你到现在 你要连任 要再选第二岛 你拿出什么具体的方案 要让我们这些民众 让我们这些 已经在水災中 水深火热的民众 来相信再投给你一次 让你继续执政 我觉得人民在这里没有信赖 因为你的魄力完全没有 我觉得这些人民其实很勾瘾 他们真的是非常敦厚 你说一个中央应该负起的责任 这么多年来 他们每次 宁愿他这个生命财产 受到这么大的威胁 问题是中央就让他跟他摆烂 为什么中央跨了台北市政府之外 通通好像不是他的子民 这样公平吗 我想我们刚才看到那些卫民 大家在海淘还是海淘 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台北市可以办法的办公司业 我们拿那边 一边落后 淹水就变成这样 现在民众很无耐 怎么说 我自己来做白天 自己把房子垫高 自己做那个挡水墙 这都是民众自己做的 这些林边的军民没有纳税吗 这边他们该进的应务没有进吗 那为什么你这个政府 让一个国家有两个世界 那你在做资源分配的时候 你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吗 这三年来这个画面我们看过多少次了 那看这个画面你不会有任何想法说 我应该来做些什么嘛 我们看是没有嘛 他就是没有要不要紧嘛 反正我来唱歌也是有人跟着拍摸 我这边撤离很快的 你看我做得不错 这就是马总统嘛 所以我们现在要问的就是说 准备这个总统是这样 刚才曾孙大哥说的很好 做三年也有够了 做得这么慢 走得要扭下去 试用三个月早就不行了 其实这个产品本来就不好 那现在也让你当了四年了 你要拿什么告诉民众 请马总统告诉所有的林边的居民 告诉加东的居民 告诉莱益村的居民 告诉说我四年来做得不错 再给我四年 你要拿什么来讲 这个画面你就一再看 再看你就知道林边的居民是怎么想的 来 徐律师来 其实我以前收拾在勘扎的时候 都会带什么 不是只有水里的这些人而已 还会带环保 我现在在烦恼这些水拿出来 不要看现在是农历8月1号 我们现在国立进入9月 天气还是很热 这一堆太阳一晒 可能一些疾病 古早就云立可能通通出来的 马英九 照理讲 一个首长去勘灾的时候 就要指示这些东西 什么东西准备好 水一腿 马上消毒 通通要指示这些 我看到他也没有指示 在那边拍手 如果你有指示这些 我相信记者会把重点放在这里 来报道给我们听 没有 所以我从这里看到 我现在还要说一点 李登辉 那这两三天来 他的逻辑放在哪里 他的逻辑其实 停班停课 家庭照顾假 九二共识 或是打电话给云林斗六的熊镇之说 你问他 这个游瓦是不是要抢收 一个总统是这样子干的吗 我觉得他整个想法都是在选举 为什么 因为你靠那个 游瓦要抢收 他不知道这些淹水的地方 都重复在淹吗 是啊 这些每一年都在逃难 一有风雨就逃难 他不知道吗 他意图说我打电话给我的农民朋友说 你游瓦收成什么 要说这个 意图第一个 他想异于多次来 要造成亲民 造成他关心 但是这些完全是为了选举 我要再次强调 他真的没有通盘的去处理 完全没有通盘处理 所以我刚刚刚这个问题来说 他不能预卷于先 又不能解决于后 完全是为了选举在跑这一趟的话 为了选票跑这一趟 人民其实眼睛都很血亮 做总统是在看专盘 不是在看单独一个小问题 他都在做小问题 这不是一个总统的格局 这些重灾区淹水的民众 难道他们没有交这个什么地价税吗 他们没有缴税吗 同样有缴税的 为什么要受到这种待遇 你中央有钱 地方的经费非常有限 马总统你可以不解决吗 马总统你可以告诉我们 你要怎么办吗 休息片刻马上回来